你好欢迎收看6月2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由花莲县福与客家委员会共同主办的 2024客家小炒全国争霸赛东区出赛 29号在迦安国小热闹登场 希望能够推广还有保存客家传统的饮食文化 也鼓励参赛队伍创新发想 因此吸引来自各地有30多组的餐饮好手报名参加 而在活动中也安排了多元族群艺文表演 让现场气氛超热闹 由花莲县政府与客家委员会共同主办的 2024客家小炒全国争霸赛东区出赛 29号在迦安国小热闹登场 这次的赛制分为传统风味客家小炒 和创意风味客家小炒两个主别 吸引超过34柱餐饮好手报名参赛 这次的活动也结合客家市集以及多元族群艺文表演等等 丰富内容吸引不少乡亲到场共享盛举 场面超热闹 而县长徐真伟也亲自到场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我们现在很流行的是用原住民的食材 用客家的方式 或者是做意大利风味的法国料理都有的 所以现在等于说世界因为挑战我们的舌尖 以及挑战我们的这个胃 所以现在有非常非常不同的食材的结合 然后我要谢谢客家师傅处 在每一年我们东区的客家小炒的争霸在里面 做得非常非常好 而且每一年每一年 在我们秋宝我们的这个裁判长的这个整个 我们大家一起共同集市广义合作之下 年年办的越来越好 而且考量的越来越周全 东区出赛结果出炉 传统风味客家小炒组 冠军为正义茶园富姐风味餐 亚军为鼎原童子鸡 季军为田地小管 而英知田业养生休闲农庄 及有李郎乐草 分别获得加做奖项 创意风味客家小炒组冠军为 和风新站度假饭店 亚军为江家深澳小鱼村海鲜馆交西店 季军为庆丰年餐厅 而火山爆发机华联分店及撒师傅 分别获得加做奖项 初赛冠军队伍将晋级总决赛 并与北中南三区冠军争取全国首奖殊荣 记者徐提琴简安详报道